嗨大家好 我是便當 今天我邀請作家朱又任 請又任來跟我們分享他的這一本書 很像是歷史宅會喜歡的沖繩旅遊攻略 但名字有點長叫 沖繩自古以來不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家好 我是朱又任 那我之前是透過沖繩的縣費留學 後來也在那邊稍微工作了一陣子 一些文化 歷史 覺得說非常有興趣 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跟台灣有點像 然後又有點親近感 所以就開始了自己研究沖繩 台灣這邊寫沖繩的書啊 可能資料啊什麼的 方面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我自己有研究 那我自己有一些心得 那我就不如我自己來寫一本試試看 所以就是有了這一本沖繩自古以來 不是日本神社分科的一部分 連我都記不住 今天宥潤其實有幫我們帶來 沖繩當地常出現的一種特別的茶 這個我在沖繩很常喝 它叫三拼一茶 那有些人會把它翻譯成茉莉花茶 或者是香片茶之類的 那不管 反正我叫它三拼一茶 那它味道非常清香 然後比較淡一點 相信喔 有去過沖繩玩的人啊 你去便利商店 你去超市 你去那個 自動販賣機 你都會常常看到就是自動的茶 這樣子的茶 對 嗯 喔 我也覺得很香片耶 對啊 真的是有茉莉花味 我準備的招帶來甜甜 是小珍珠烘焙法的檸檬塔 哇 它上面還真的有檸檬 這個就是便當啊 我也比較喜歡便當是這種形式 我其實個人沒有很喜歡吃真正的便當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蠻濃郁的 對啊 好濃 好 趕快配那個 三拼一茶 欸 真的 同樣這個地方 沖繩島 琉球島 它其實過去的時候叫琉球 現在叫沖繩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也是因為說 這個地方它其實在19世紀以前 它都是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國家 獨立的政權 叫琉球王國 那這個琉球王國呢 就是 它跟中國有朝貢關係 然後後來又跟日本就是有一些 軍事侵略啊 然後後來日本有點瑕疵這個國家這樣子 所以它跟日本跟中國都 有一點從屬的那種味道在 它一直到說1879年 那個時候已經變成日本明治政府了 就決定說我們國家要正常化 我們不能容許這種很曖昧不明的關係 所以它要決定把琉球並吞 那並吞之後呢 它就把它改叫做沖繩縣 大家現在熟悉一些 我聽到Kent 其實是從1879年之後才開始的 可能會強調說就是 我們有一些地方跟日本是不同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文化 我們有我們自己特色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琉球這個名詞 再度翻出來使用 沖繩完的時候就是有一個遊樂園 就可能叫做琉球村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這是一個 有點像 我不太喜歡九隻文化村 但是風格 對但是風格就是有點類似那樣子 就是我們用舊的琉球文化 舊的琉球民房 然後還有一些 那個表演活動 我們傳統的表演活動這樣子 其實要分的話 就可以直接把 三三時代以前跟 全力琉球王國以後 就先當成一個大段點 時代以前 雖然有一些記載 不過那些記載 其實 就是真實性跟傳說性 有點互相參拜 而且在那之前的話 就是琉球其實處在一個 雖然它是一個小島 它這個待在整個面積就跟台南市 差不多大 你記得 台南縣還台南市 真的喔 對 其實很長 最早之前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就是 到處都是就是 城邦伶立的狀態 就每個勢力就很分裂的 像戰國時代 那直到呢 十五世紀左右 初期左右 那有一個叫上八字的人 他是 某個 反正他是其中一個某個城邦的 長子 對 然後他就帶領了這個城邦 就是漸漸的統一了整個琉球 然後 統一完之後 像明朝派群演師的說 欸我統一了這個琉球 請求就是你可不可以就 承認一下我這個 政權 然後明朝就好 然後就幫他策封 就是從今以後 你就是琉球王國的 所謂的琉球王國狹義來講 就是從上八字他成立之後 才開始 就 有一個統一的政權 最初差不多 將近一百年左右 其實都一直非常混亂 因為就才剛統一 根基很不穩 上八字死後之後 就他的幾個兒子啊 都陸續可能奉到一些內亂啊 前幾年那個首里城燒掉 大家 可能都還記得 那首里城其實 他歷史上燒過好幾次 不能說 那他第一次記載中 被燒掉就是 因為發生內亂的關係 結果兩個王子在那邊打一打去 打到後來 結果手里城就燒了 都進入那個十六世紀 這個琉球王國 他的政權 總算就是穩定下來 重視商業發展的政權 會常常就是跟中國炒購 然後藉此進入到中國 然後去購買中國的一些 絲織品啊 陶瓷器啊這種商品 然後他買這種商品之後 他再把他賣給東南亞 然後他賣給東南亞的同時 他又在進攻裡 買一些就是東南亞特產 然後再把他 拿去給中國操控 就形成一個經濟的循環 到了1609年 那個時候 日本的島經 薩摩版 就是在九州現在錄了島縣的那個地方 他們一直以來本來就是 對琉球王國就是有些野心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就是他們要侵略琉球王國 然後就帶兵過來攻打琉球王國 然後後來也戰勝了 所以他們就把國王押到吃劍 那個時候江洛莫府 之後得傳加康 得傳秀宗 因為薩摩版他是地方勢力 然後加康是中央政府 加康也不太樂見的說就是 你這個薩摩版太膨脹 所以加康的意思是說就是 OK你打贏的琉球王國很好 但是這個國家 你不能滅掉他 而且我要保留住他就是 我還來透過他就是跟中國 看的蠻大的交道 到了 1871年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琉球有一個公固島的進攻船隊 航海的時候被颱風吹到台灣來 然後被原住民殺來 那這個我想應該大家都很熟 就是我們可能以前 第一次課本上過 牡丹舍事件 對 那因為這個牡丹舍事件 後來日本出兵攻打台灣 然後攻打台灣之後 清朝就跟日本協調嘛 就聽戰 那清朝那個時候協調的時候 就很不慎的寫了一個 日本人出兵是保民異局 大概這樣子的意思 那就等於說什麼 等於說承認說被殺掉的人是日本人 可是被殺掉的人是誰 被殺掉的是琉球的公固島人 從那個時候1874 1875開始就 加速的進行琉球的併吞行為 那個時候已經是明治政府了 然後一直到1879年 就正式廢除了琉球王國 然後把國王帶到了東京 然後成立了沖繩縣 然後任命了那個沖繩縣的縣之士 變成現在大家所熟識的日本沖繩縣 然後我覺得有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記得以前台灣講牡丹社事件 有的人會以為他是琉球的漁民 可是像佑任剛剛說牡丹社事件 其實是宮古島的草共船 既然是草共船應該不會是漁民 一直到台灣的日治時期 差不多1920年代左右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沖繩人 叫趙武宏 他是一位鐵路工程師 那他那個時候正在台灣幫忙 就是修組鐵路 然後算是小有名氣的人 因為對那個時候沖繩人來說 你可以做到就是 鐵路工程師 而且負責主持鐵路 他就委託這個趙武宏 就說當初就是有被一個漢人揪住 那他想知道說那個漢人是誰 他如果還在的話就想要感謝他 對 然後趙武宏收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開始跑去調查 然後他就發現說 以前的人說那些死者可能是流球漁民 然後甚至還有說法說 裡面還混了一些日本人 結果他跑去查還知道 發現說沒有 這些就只是宮古船隊 死掉的那些人他們並不是漁民 漁民說是誤傳 但很可惜的就是說 台灣這邊的資料 或是說可能戰後 然後那個國民黨教育這邊的資料 他們並沒有把這個漁民更正 即是更正過來 那包括說我在前幾年 小學課本吧 裡面有介紹到那個牡丹社事件的時候 同樣還是有寫漁民 有些有更正的 但是有些還是寫成了漁民 那這件事情讓我感覺有點差異 而且有點不太尊重人啦 老實講 對 因為他們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 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因為這個事件 作為一個契機 所以琉球王國他滅亡了 那包括說有一本書叫做那個 《牡丹社事件靈魂的去向》 也是有一個日本人 他發現到說就是屏東縣那個時候 本來要做一個可能 我覺得是牡丹社公園的那個紀念公園 對 然後它上面有個抗綁 在描述牡丹社事件那個時候發生的經過 就把琉球人畫成說就是好像有帶武器上岸 然後琉球人看到的時候就抗議啊 就覺得說我們是海難耶 你怎麼把我畫成馬上來侵略一樣來帶武器 對 都覺得說你這不尊重嗎 然後就有一段跟縣政府那樣協調的過程 最後好像有改過來 我覺得這個故事就反映出就是我們 我相信我們應該是沒有什麼惡意啦 可是我們是真的有點對歷史的一個考究 這個細節 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有一個輕忽的地方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要去找沖繩資料之後發現說 欸 台灣真的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很少很少 然後我知道一個冷知識 我發現其實沒有很多人知道 現在沖繩的很有名的炮勝是從鮮羅來的 沒錯 從跟鮮羅貿易的關係 就得到這個製酒技術 那沖繩有一個很沒有名的歷史學家高粱長期 那他曾經講過說他有去泰國喝過泡勝 然後他就確信說 這個跟沖繩真的是同一款酒 那個他們有一個沖繩麵 沖繩麵店他還會方便放一罐 一小罐泡勝酒 他是給你加在湯裡面 就像麻油雞這樣 對對對對對